从澳大利亚回来已多时,那里的一切还记忆留心。 对于吃货的我,当然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地美食了。 话说当地美食,确实没有我们国家的好。 首先没有我们国家的美食丰富。 但是,人家也有人家的特色。 那是人家多少年,多少代传承下来的美食。 其实,大家都知道,西方国家,普遍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吃炸薯条。 我觉得类似于我们国家的炸油饼,炸油条。 但是我们的油饼,油条不是天天吃的,是偶尔才吃一次。 不是别的原因,主要是油太大,吃多了于身体不好。 相反,人家外国人的薯条,无时无刻,都存在每道菜中。 你吃一个炸鱼,盘子的角落里放几根炸薯条。 吃一个烤牛肉,盘子的角落里放几根炸薯条,不管吃什么。 薯条都伴随住你,要不然就是单独给你一个碗单独放上薯条。 我曾亲眼看到一个大厨在炸薯条时,手里抓住一大把盐。 只见他哗哗哗哗的往薯条上撒盐。 薯条已经很咸了。 再沾酸茄酱。 能不喝吗? 烤鱼中放几根炸薯条,一小块西红柿,一片黄瓜,几根蔬菜叶。 这就是一顿饭。 在国外,无论家里吃饭,还是在餐厅吃饭。 土豆泥也非常普遍。 我刚刚说了土豆。 洋葱。 胡萝卜是澳洲及其他国家的主打菜。 土豆煮熟后倒成泥。 放上黄油。 盐。 胡椒粉搅拌均匀。 就是一道菜。 在澳洲,包括我去过几个其他国家。 快餐无处不在。 汉堡包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。 不过话说回来。 人家的汉堡包确实做得很好吃。 品种也多。 偶尔吃一次两次还行。 吃多了意识容易发胖。 二是里面蔬菜少。 好的汉堡包也是挺贵的。 下面这个汉堡包。 相当于咱们人民币一百来元闲呢。 它非常大。 我拍得不好。 一次吃不完。 披萨也是澳洲人最常吃的一种美食。 尤其小孩子。 我经常看到有些家长带孩子去餐厅吃饭。 其中披萨是必点的。 小孩子们左手拿一角披萨。 右手玩手机游戏。 澳洲的甜食也很丰富的。 每次路过甜食的橱窗。 我都卖不动步。 必须买一块吃。 但是吃过几次就不敢再买了。 太甜。 甚至于有点厚。 马卡龙吃一块行。 第二块肯定吃不下去。 虽然它们很甜很腻。 我还是很怀念的。 我记得。 我的儿子刚刚到澳洲留学时。 租住在当地一个居民家。 他们给我儿子提出了非常可口的条件。 不许用火炒菜。 理由是,你们中国人都喜欢吃炒菜。 把房间都熏黑了。 孩子无奈地接受了房东的条件。 每天只吃煮面条。 或者去外边吃饭。 而房东家每天不是炸薯条。 就是烤鸡。 烤肉。 房间里都是熏烤的味道。 真是呵呵了。 我们中国人吃炒菜又怎么了。 我们的炒菜油烟, 可比你们的油炸的油烟味差软了。 真是奇事啊。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。 我想到哪就说到哪。 幸亏儿子与房东签约租房时间不长。 要不然还不把孩子吃成面条了。 我说的只是普通家庭的普遍饮食习惯。 当然了。 澳洲人的餐桌上美味佳肴也很丰盛的。 比如澳洲龙虾、澳洲蟹、生蚝、带鼠肉等等。 澳洲最著名的应该是大龙虾。 确实名不虚传。 我在那里虽然吃了很多次。 但是,儿子请我吃的龙虾,让我印象最深。 他在澳洲留学。 以优异的成绩硕士毕业。 并取得了全额奖学金,继续攻读博士学位。 在他即将毕业之时。 我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。 他用日常积攒的钱,请我吃澳洲最好的美食。 其中就有澳洲龙虾。 他跟我说,您来澳大利亚不吃当地龙虾。 就等于没有来过。 我们去了悉尼最好的餐厅。 点最大的龙虾。 黄帝蟹。 鲍鱼等等。 当然这么多。 我们两个人肯定是吃不完的。 最后都打包带回家。 结账时。 我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。 这一顿海鲜大餐。 用了儿子将近半个月的奖学金。 能不心疼吗? 这可是他平时省吃俭用。 就是为等我去他那请我吃的当地特色美食啊。 澳洲龙虾体大肥美。 一般个体重100到200克。 最大个体达500克。 澳洲龙虾生长快。 产量高。 每年四、五月份放养。 10到11月份收获。 每亩鲜虾产量达300公斤左右。 最高达400多公斤。 澳洲龙虾营养丰富。 肉质细嫩、滑脆。 味道鲜美香甜。 风味别具一格。 其适应性强。 能忍耐恶劣天气环境。 在水温5到35摄氏度之间。 延度17到24度之间能正常生活。 澳洲龙虾食性杂。 既吃动物性饲料。 也吃人工配合饲料和腐质制。 且粗生易养。 其产量颇高。 而且有极强的耐活力。 便于长途运输。 鲜活大虾在国内外市场上。 备受消费者青睐。 澳洲的帝皇蟹黄帝蟹,也很出名。 体型是蟹类中最为庞大的一种。 肥重。 甲鞘较为坚硬。 呈红黑色。 多高多肉。 蟹肉结实。 爽口无比。 吃法与霸王蟹相同。 值得一提的是。 帝皇蟹的甲鞘中油脂储量。 也是蟹类中最为丰厚的。 应该多煮片刻。 将油脂充分煮出。 汤底味道便会更加鲜美。 帝皇蟹味道鲜美。 但各部分需要适当料理才会发挥其美味。 尤其是蟹腿和蟹壳。 蟹饺是帝皇蟹最鲜美之处。 蟹盖有丰富的膏。 但不能和平常吃高蟹那样吃。 否则觉得腻。 其肉鲜味美。 营养价值高。 是人体获得所需蛋白质。 矿物质和其他维生素微量元素的好途径。 吃这种帝皇蟹。 最好到外边餐厅去吃。 在国外一日三餐。 土豆。 胡萝卜。 洋葱是主打食材。 菜的品种很单调。 咱们国家的烹饪讲究色、香、味。 它们国家好像没有这个讲究。 看我这道烤肉和烤香肠。 很难看的颜色。 其他的话就别说了。 在澳洲吃的最过瘾的就是烤羊腿。 去超市花四十、五十元钱买一只羊腿,回家自己烤。 再配一些自己喜欢的蔬菜。 一顿美味佳肴。 吃了这一口让你想下一口。 对于无肉不欢的我来说。 如果没有肉。 那么这顿饭吃住就跟没吃一样。 不香。 如果你也喜欢吃肉。 那就与我一起品尝一下我的烤羊腿吧。 保管你吃了这口。 想下一口。 吃了这一顿要想下一顿。 好了。 钱话少说。 做起来吧。 烤羊腿食材。 羊腿一只。 洋葱。 菜花。 洋葱。 大蒜。 土豆。 胡萝卜。 红薯。 想吃什么蔬菜随便放。 辅料。 迷迭香。 胡椒粉。 盐。 香草。 薄荷。 萝卜。 智者。 面。 水。 自己家中的迷迭香。 薄荷。 香草。 萝卜。 智者等等都是为做美食而用的调料。 制作过程。 将羊腿肉腌制一个晚上。 第二天如果是中午吃的话。 我建议还是中午吃肉比较好。 因为晚上吃很多肉食。 活动量少。 容易不消化。 所以早上十点多钟。 将烤箱预热。 把腌制一个晚上的肉。 放入180摄氏度的烤箱内。 上下火。 烤90分钟。 准备制作料汁。 需要洋葱。 切成丁。 胡椒粉。 香草。 迷迭香。 薄荷。 螺蕾。 智者。 面。 水。 将上述食材搅拌均匀。 上面说的食材里的蔬菜。 都放在烤箱内一起烤。 不知大家吃过烤菜花没有。 如果没吃过。 建议尝试住做一次。 羊腿烤好后。 会有好多汁液。 将汁液倒入搅拌好的料汁中。 上火煸炒至浓稠。 因为烤羊腿出来的汁液非常香。 混入到料汁中,也掺杂了羊腿肉的香味。 所以用烤羊腿肉沾着料汁,更显香味无比。 烤好的羊腿。 用刀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。 取一个盘子。 加几片烤羊腿肉。 放几朵烤菜花。 烤土豆。 烤薯条。 烤胡萝卜。 烤大蒜。 还有调好的肉酱汁。 开吃吧。 很过瘾啊。 说来说去。 不是吹牛。 澳洲美食我基本吃遍了。 确实有好的。 但是还是不如咱们国家的美食丰富。 食材。 制作都不行。 跟咱们国家的美食,又不是一星半点的差距。 最后得出一个结论。 如果吃不惯他们国家的饭菜。 如果有条件还是买些食材。 自己回家做住吃。 展示几款在餐厅及家里自制的美食。 供大家欣赏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。